你看你的指甲吧 前头比较大 你这叫拨起手 拨起指甲 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征 有的就是很横宽 那种人性格很倔强 像这种手呢 就是说他那个指甲 比较一般的长 而且几乎是一个长方形 没有修整 但是自然就长成那样指甲 那个就在那方面 有些说明 就是有点细长那种 细长那种 指甲 很有特征的 那在手上有些人 手上有痣呢 这没有问题吧 看什么痣 如果很扁平的 看他长在哪个反射区 我前些时候在那个哪 在四川 看着一个小驾驶员 在这个地方 他长了一个鸡眼 就是这个地方长个鸡眼 对 鸡眼 手上能长鸡眼 手上长鸡眼 然后一猫很硬 我就在他耳头 在这个地方猫了猫 这个地方是石道 那么他确确在石道这 不让猫 所以我劝他的家长 我说可能到现在 到医院里确诊不了 我希望到我们这 咱们早期把它预防了 但我没敢说 一个小伙子才24 5岁 风华正帽子 驾驶员 所以我说这个人 如果他这个病 如果发现了 很讨厌 可能石道癌 所以早期石道癌 所以就是很多 你突然发现身上 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些东西 你不要掉以轻心 对 他表面上这个事情不是很大 但他可能反映的问题很大 是 那么你要早期知道了 你就防治 它就不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所以我今天不是奉劝您吗 到我们那里去检查 比如说 像您的整个耳头的耳形 跟别人都不一样 我呀 对呀 说明你整个肌柱 甚至于这个两个大腿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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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学医的原因呢 很多人学医的原因呢 只有一个很知识的原因 就是自己身体本身有问题 对 是吧 我呢就是 久病成良医嘛 对呀 我还有痛风 所以呢 就是 你痛风我好给你治 痛风也能治 非常简单 这个问题终于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要做这期节目了 你说说看 好 那么有痛风的朋友呢 可以去买一点 车前草 可以汽水喝 嗯 也可以把这个草药煮了以后泡脚 嗯 它逐渐会 会好 但如果你已经发黑了 这个脚已经很痛很痛的时候 对 膝关节会痛 膝关节会痛 它就是这种酸呢 嗯 它寝食的 而且还会寝食到心脏 顺脏 那么如果你到这种情况上 你可以买车前纸 让人给你磨碎了 嗯 加一定的醋 敷在脚心上 很管用吗 不能说你今天天然面就不疼 嗯 你也得吃之以尝 给它一段时间 你喝点那个水 比如今天你治的朋友 要请你吃饭 嗯 今天又有啤酒 又有海鲜 吃火锅 对 大家先喝一杯 就说我们步上了千军万忙 嗯 你瓢铃再来 我给你分解一下 哦 啊 车前纸就是分解这个的 车前草 哎 对 这东西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专并专制嘛 哎呀 太伟大了 我带所有在电视机前的 可能有通风 正在发展通风 家里有通风的 所有朋友感谢你 如果这么简单的方法 能够让大家都能够 就别说根治啊 就算说 哎 在吃饭之间 你喝了不疼 我觉得已经是 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是是 所以我 我觉得在这个 一般感谢您的时候啊 我还要感谢 我们的利业主利业中 你说啊 这个很多人都说 中医中药呢 没有科学实验 没有拿白鼠实验 中医中药是用 几千年的 这么多朝代的中国人 用所有的身体 来做实验的 对 他们证明 我们能够活成今天 而且中医学啊 它在发展过程中 往往是口授心传 没有那么些 大黑板 大理论 大数据 在那摆着 但是 能治病 就是硬道理 太好了 太好了 感谢杨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